今天我们继续都市天际线建造我们的城市 上一集结束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路面的交通拥堵是私家车的关系 因为有些新区域没有加入地铁 导致他们去上班去工作 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 拥堵啊 比如说拥堵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是不是这些自家车的关系 好多好像都是私家车 确实路上私家车比较多 我们还是要多造点这个地铁 地下铁 因为这边没有地铁 给几个地铁的地方 一个 两个 两个 这一边 这边是怎么弄啊 我忘了是单向性 三 然后四 五 多造几个吧 这里的话连一下 就随便连一下 不要什么连得很好看 先把他们绕成一个圈 先把他们绕成一个圈 好 这里连上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里的线路连到这边去 然后如果他们要转成可以到那边去转成 最好是这样吧 这里有个站 看哪个站人比较少 人流量比较少 就有哪个站 哦 这个站人好多 嗯 先这里 这里连上 OK 先把这里的人全连出去 因为这边的话 居民啊 没法上班啊 什么呢 特麻烦 到这里 然后再回来 好的 一个是到这里 还有一个到这边吧 再来一条线 从这里 创建一条新五线 然后到这边 然后再到 哪边 这里吧 这里是我们的工业区 这里 然后再回去 OK 这里就连上了 我们把这线路颜色改一下 就两条线路同时存在的时候 这颜色区分一下 OK 然后还有一条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改一下吧 蓝 深蓝色 反正可能有些线路颜色会重叠 但是这个无所谓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新的这个线路 然后路上的这个车就少了 逼家车就没那么多了 然后这一个区域也是啊 这个区反正有地铁了 没关系 还有个区工业区那边 这边是没有人 我们要造几个地铁过去 让他们没法上班 关于之前的话 也是有观众提到就是你的文化水平 就是知识水平 文化水平太高了 会导致这些工业区没人来干活 但他这个上面有时候会标这个 比如说这个工业区啊 这个需要多少有支持的人和没支持的人 那这个都来工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抵消 然后试了一下 并不能抵消 把这边连上 再拉一条线路出去到这边吧 到另外一个站点 可以到这边 这站点可以到这边 绕远一点吧 这里一条路挺远的 通往住宅区 往这边 往这边 坡渡过斗 坡渡过斗啊 不就一条吧 就直接到这里吧 一 二 三 然后到这边的一个站点 四 然后再回去 一 二 三 好的 这是一条工业的 怎么说呢 是一条类似于这个 等一下 我是不是只有两个站点 我看这个颜色盖了一下 很紫色 OK 我们现在14号线了 线路盖哪 有多少地铁 这个地铁8号线 中间这个3号线是哪里 这路名称 10号线 我们都11号线了 12号线 我们整个城市还是要靠地铁来降低这个私家车的使用量 我们还是要推广一下 走出校园 推广一下绿色出行 我已经有了 大型车辆管制 禁止大型货车上路 因为城市产业需要送 运送货子 直接接收货 禁止大型 这个上路 小心不行 会不会不堵了 这边好像全是私家车 这是不是有很多私家车 对 很多 刘大妈 刘大妈有毒 把这边的交通搞定了 我们要把这一边的 这里的还是没有交通 所以单向的对吧 单向的话 我们在这里 一个站 两个站 打个喷嚏 谁谁在想我 还有谁在骂我 看一看 这边没啥用赌 这两个站 以后还有新的站 还有个站在这里吧 还有个站到这个足球场边上 这里的地铁交通线路 其实我已经改了很好了 不能再乱改了 办公楼这边 要不要多个站 地铁交通线路 地铁交通线路有点乱 嗯 这里搞个站 这里好像不堵了 就不搞站 我们还是新城镇那边去搞一下这个站台 我这里也改一改 好 然后 然后 这一边的话是 连到这里 这里好堵啊 这里都是车 全是人 这个站 车堵住了吗 这个是 这尴尬了 车卡住了 是不是因为线路关系 应该到这个站点 到另一个站点 这堵了半天不动啊 还是不能乱规划这玩意 这边是绕圈了 这边是绕圈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车什么 是不是堵住了 哦终于不堵了 刚刚为什么堵住了 啊 这边堵住了 这里那么多车啊 啥情况啊 我能把另一个线路给拖走 我要拖走那条线 把这条蓝的线 拖到别的地方去 移动站点到这边 哎 这被我剪掉哪个线路 这个蓝点到这边 难点不要让它卡这里 它不动了 这车 这边堵 这边堵 这堵啥呢 哇这线路规划有点麻烦 我是不是要把线路全部重新规划一下 我们要把所有线路都删了 然后重新再来一下 因为 这么多点呢 这车都堵住了 这开着开着就不动了 这卡的 这两辆车卡住了 啊到底不卡 可是卡好久啊 线路规划的问题 中间会卡住有时候 一下啊 啊 这样好多了 我感觉我 我想把这个 线路重新改一下 再不改就各种堵死了 地铁串在一起 不应该串在一起 啊 现在不住了 又卡住了 这跟什么卡啊 前面 线路太多了 来我们 我们要改造一下 这集肯定不行了 这集肯定要改造一下这个 公交线路 把所有的线路都删了 线路盖来全删掉 好的 啊 删完之后 轻松多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 这种线路 就不要了 一条就够了 这种绕一个圈 那是最麻烦的 现在 这里有个站点 站点的话我们把这个 所有的线路 重新规划一下吧 这里一个大圈 没问题 中间这个没问题 这里也没问题 不要那么绕 OK 那么我们线路全搞定了 看一下现在公交线路有多少 不是公交线路 就是 这个地铁线路有多少条 线路盖揽 12345678 其实就8条 之前我弄猜那个啥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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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 青色 绿色 黄色 橙色 橙色 还有什么色 粉色 橙色有了 紫色 终于把这个线路重新规划了一遍啊 看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这个钱是亏的 这样的话地铁应该不会堵了 因为没有那么前面那么绕啊 这么多线路 这个为什么堵啊 这个是什么 客运火车 堵吗 客运火车堵吗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缓解一下交通了 因为很多市民都是开车出来的 开车出来就 比较麻烦了 三十八门票 维护费每周减四千 胜利它会带来更多的这一个 呃 比如说 对我名称 北周 我们把这个名字再改一下 啊 改不了名字了 没法去改名字了 只能改一次吗 能到 好吧 那不能改就没办法 不管它了 啊 我们的城市这个人口啊 现在慢慢的起来了 可能是由于这个工业啊什么都起来了 啊 因为教育水平有点高 所以我可以关掉一点那种学校 我们再关掉一点学校 节约点钱 中学 关掉点学校的话 工业区就有人去了 教育水平太高啊 没人读书 啊 没人那个 去工厂 工厂就缺 缺这些工人 很头疼 哎 没人读书 啊 没暴雨还好 不是什么啊 其他的东西 现在人口门长了 这里是什么东西 导致废弃 我先拆了 啊 没啥问题 现在 好妥的 除了这个 垃圾太多 他们会废弃楼层射击 其他事情啊 都不会发生 啊 是不是我地铁规划了之后 他们都坐地铁去了 我们看看交通了 地铁两千八 马上不堵了 坐地铁的人越来越多了 地铁速度也快了 重新更改了之后 地铁速度超快 这红的怎么不上去 红色的怎么不上去 上坑了 为什么还有狗 这个满了吗 这机车箱 没满 没满 他们为什么不上去 回家中 失业 一百八 直接买 坐不下 还是 还是这样吧 不要弄太多线路 太多线路会卡住 这卡一卡就出问题 我们看起来 我们看看水啊 那基础里来得及 加水还要不上去 尽量的 尽量的 比赛 要宣传 更加水 这钱有点难赚 胜率越高给的钱越多 但是莫处真的不是很大 终于我们不是负资产 不是负资产 就是那个负的收入的情况下 这边都是缺顾客 都是在缺顾客 我们这里的 诶 十字路口过境 卡吉吗 还好啊 还好 稍微小赌赌啊 很多现在都走地铁啊 我们全改过了 全走地铁 这边新地区还没地铁呢 新地区的都是车 这里给他一个线 倒上 倒完之后再搞一个线 人口在逐渐上升 人口在逐渐上升 人口死亡 哦 死亡77 事业率16% 感觉这个家人口 哇290啊 现在厉害了啊 疯狂增加 疯狂增加种啊 自从改过这个地铁之后 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看人口 紫色 人口紫 紫色 青年 大多数是成年 外部连接 他们需要外部的那个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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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用 用堵还是很严重啊 主要是这里堵啊 这条路太多了 这个小区 没办法 小区底 地价过低 我给你升一下 你说过低的吧 那还过低啊 小区 小匡原来 地价过低 这过低吗 你确定这里地价过低吗 家庭是零 地价过低 6万多了 6万多了 我们要突破6万5啊 目标是6万5 这边地价怎么样 这边地价不行 我们要造点公园 造的不要太多就行了 造太多会把自己搞破产 雪人公园 在搞个停车厂 停车厂 加的还行 还有什么可以造呢 自然生态博物馆 每周维护二百四 自然生态博物馆 买一个 zo好 自然生态博物馆 Meteorologists are issuing a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the coming days citizens are advised to stay indoors 自然生态博物馆 所以疯狂在造房子啊 没事 好拆掉一点他们就来一点 拆掉一点就来一点 现在 这个商店 商業一直在撿,因為我這邊一直有商業樓,都缺貨嗎? 可供出貨,商品不足 感覺又要倒一批啊 供貨商品不足 要不要我這裡造一個碼頭,然後讓他們進貨 但是這個碼頭進貨真的是太慢了 要從這邊運啊,進啊,運啊,進啊 我們看一看,要不要再開一批 開一個吧,兩個一起運 郵輪,遊客也不足啊 遊客只有30幾 完全靠城市內的市民來購買旅遊 完全沒法靠外界來的這種遊客了 外界遊客太難弄了 雷暴雨好煩,怎麼又來雷暴雨了 這什麼?還是商品不足嗎? 商品貨物 商品貨物不足 下雪啊 無線鍵覆蓋 地形高度 還行 噪音 商場噪音比較大 我說堵車會導致這麼多噪音 這都是 你們都為什麼有車呢? 失業在家就別開車了 要來坐地鐵啊 不是很好的嗎? 往這車先放 這全是那個 歸天堂遊戲工作室 這邊四位要破產好多 倒一個來一個 倒一個來一個 而且遊客實在太少了 遊客實在太少了 我撐不動龍感覺 遊客就是輸出啊 這邊沒有游輪過來的嗎? 沒有貨輪嗎? 這幾天 已經在上次火車上出發火震 continu 他們要先讓遊客 他們在外面 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 但是沒有那麼多遊客 哪有那麼多遊客 一點都不吸引人啊 你這遊輪 貨輪 遊客 為什麼貨輪載那麼低 不想不通了 負載才4% 我還大量進貨呢 你看能不能提高貨物預算 這個 預算越多 港口容大的船也越多 他們不來啊 還好這裡好像沒以前那麼堵了 還是堵 這條路寬敞多了 現在沒有什麼從頭堵到尾的這種感覺 這裡還是堵 這貨物運輸太噁心了 這貨物運輸實在太噁心了 這貨物運輸實在太噁心了 缺貨各種缺貨 現在好像還補商了 有些地方還是缺貨 沒辦法 可供出售商品不足 補貨啊你們 再不補貨要倒了 這誰啊 這誰啊 怎麼能看到這個 這個地方的這個 它的這一個車輛 出售出售的車輛有沒有來 能看到那車堵在哪就好 廉價購物中心 我們都是開車的 我已經讓他們做地鐵來不做了 非要開車 這真的蛋糞 商品不足廢棄了 有些人想要去吃 你只需要請問 我們三天睡覺的 是個完美的地方 去打仗 誰啊 我們是最首夢想師 我們是我們最首夢想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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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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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货完全跟不上 你看这边的密货速度太慢了 因为太毒了 各种地方缺货,你看这里也缺货 这东楼缺货,我把缺货的都拆了吧 你看又开始废弃了 没打对 缺货的只是部分,有些不缺货 有可能部分车堵在那边,堵不过来就这个样子 哦,好卡 这里还剩很多群火 这垃圾一堆是啥情况 文化炉开着呀,垃圾处理不掉吗 中学已关闭,学院 中学已关闭 中学已关闭中 全部崖、投票 你开始砍加工赛 提醒一下 中学没有 对,地震 sitt 也没办法让他们绕圈 智商实在太低了 大量的游客已经走这个了 你真走地铁了 地铁更多了你看3300运输量 因为速度快了我把它调整了一下 62,000了快65,000了 希望能冲到65,000 65,000直接解锁超级大毒魂 这边找火了 不靠模组之类的东西太难引导这些市民 完全这种玩原版的话有点累 这里倒还好这里倒没啥 谢谢 说明这个道路建造还是有用的 说明这种立交桥式造法还是有用的 这里目前没有出现过什么重造啊什么的 市民都很安逸 看看这边的这个道路 除了这里堵就没其他地方堵了 不是很堵 不是很堵 说明这种造法还是很有用的 可以分流然后让他们来回走 不会走重复的路堵在那边 这里还行 但是这里垃圾成灾了已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倒没啥 很干净 要造法以后可以造这种类型 但是这种类型 占地面积的使用面积就小了 道路占地面积太大了 OK 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了 这个钱又变富的了 人口已经达到了62,000 又创新高了 以后达到65,000的话 可以解锁超级大都市 大都会应该就达到顶峰了 然后我们工业区现在 我把教育的学校关掉很多 关掉很多之后 有些工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他们可以去工厂工作 受过教育的可以去办公楼 工厂工作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货物 就使得运输比较堵 我后期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把这些工厂全部删了 工厂删成造成那种办公楼 就好多了 就不用那么多的运输货车什么的了 只能通过慢慢削减工业区 增多办公楼来降低我们货运的车辆 因为有些货物还是要运到些商品店里面的 就是商场什么的里面去 所以也是有一些货物 商店越多 你这个货物就输出越多 就特别麻烦 我再考虑是不是把商店放到一块区域去 然后住宅就放一块区域 这样就不会有很多处就车辆拥堵了 好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也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